我来完整的以官方数据说明 美国各项支出与收入的占比 加州圣地亚哥的官方数据 居民家庭平均人数是2.6人 我们就当三人 家庭收入中位数是7.9.646美元 平均下来是66.37美元一月 注意这是税前收入 而在减去必须要扣的各项税之后 实际到手是5.263美元 但为了方便大家比较中国的支出和收入比 我这里使用税前收入的数字来计算 圣地亚哥房价中位数是654700 如果都是按首付20%30年贷款的话 每个月对应2705美元贷款 房产税按不到1%来计算 每个月对应大概是400美元 圣地亚哥地区物业费在100美元到几千美元一个月之间 即使没有物业的房子需要自己每个月维护 也需要费用 所以我统一按100美元来计算 水电器和家庭网络 再加上夫妻两个人的手机月费 中位数是250美元 圣地亚哥家庭拥有车辆的中位数是两辆 每人每天通勤时间平均是22.5分钟 按我家两辆车的花费的油钱来计算 并考虑到有些家庭只有一个人上班 汽油钱按150美元来计算 汽车贷款按每辆车使用10年来计算 中低档车10年平均下来 两辆车每个月就是300美元 车保险每个月每辆车各100美元 共200美元 保养和一些意外情况最低的花费50美元每个月 所以在车上面每个月一共要花费700美元 相当于税前收入10%以上了 美国的生活方式决定了 每家必须有车 没有办法 食物按美国人典型的花费 平均每个人每天是15美元 但考虑到有孩子就按一个月750美元计算 很多华人晒美国食品便宜 但并不是所有食品都是如此 你也不可能每天都吃便宜的产品 衣帽鞋子上班族和有孩子家庭每个月至少100美元的预算需要有的 手机按每五年换一台来计算 夫妻两个人只买中档手机 每个月的成本是20美元 娱乐休闲 每年总得出去旅个游 平常周末也得出去玩玩 每个月就按200美元来算好了 医疗不同家庭变化太大 有的人所在公司提供一定的保险 但有时也不包括眼科和牙科 这都需要自己来买 而也有些人只能自己买全套的保险 所以这就很贵了 我就先按每个月50美元来粗略计算 生活上必须品 比如牙膏牙刷肥皂洗化水垃圾袋这些 统一按50美元一个月计算 家具和家用电器的更新也要钱 保守一些平均每个月50美元 孩子比较小的时候需要送到幼儿园 每个月至少是1000美元 上小学之后 一般还要送课后学校或者安排课外班 课后学校对应一个月1000美元 课外班基本两三百块起 保守一些按400美元一个月来算 要上大学的话还需要提前存钱 或者同步还学费 也可以按一个月1000美元来计算 这样算起来 开销一共是6170美元一个月 虽然仍然低于税前收入 但已经高于税后收入了 说白了 这些家庭按这样的活法是入不敷出的 或者说收入中位数家庭生活质量 要比刚才我们计算的更差一些才能生存 关注我 下一期继续来看看换一种活法 是不是就好过一些了 再结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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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0